来宾拿着手牌标语 支持小米差距 响应友善母鲁未卜环境 8月份的第一周是国际母鲁州 南投县政府响应母鲁未卜政策 在南投各大医院配合下 举办了宣导活动 8月的第一周是我们国际母鲁州 那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小米差距 就是让所有人来支持一个 友善的一个母鲁环境 那感谢南投医院就是办理 今天的一个很活泼生动的 一个亲子活动 也鼓励我们能够把健康的小朋友 能够透过母鲁的补育之中 让小朋友能够健健康的长大 让我们台湾下一代 能够有一个非常成长的环境 也希望母亲能够无所拒的 在优责环境中能够跟宝宝 喂食母鲁 让宝宝能够得到最好的照顾 卫生福利部南投医院 响应国际母鲁州 除了卫教宣导之外 也依年龄为一岁到八岁的宝宝 设计爸爸包尿布 宝宝爬行 宝宝斑斑乐 以及亲子气球DIY等等的活动 在宣导母鲁捕育的同时 也希望强化亲子关系 以及家庭陪伴的功能 为母来这个问题 并不是一个妈妈单独 自己一个人的问题 它是涉及到整个家庭 给予的支持度 所以借由今天这个母鲁捕育周的一个活动 希望推广大家 还有能够了解这个 喂母鲁的一个生理现象 然后能够推广到大家 包括整个家庭 能够给妈妈一个很好的支持 母鲁捕育过程当中 妈妈会遇到一些困难 可是如果家人的一个支持 尤其是我们亲密的伙伴 先生可以在旁一起鼓励的话 就可以让我们妈妈 在母鲁的过程当中 就是克服这些辛苦这样子 妈妈要补育母鲁也非常的辛苦 那所以很多的 现在很多的父亲在家里 也都做了非常多的家事来协助 一个家庭父母亲 双方都一起协助 才会有更加幸福美满的发展 南投医院设计了多种亲子活动 爸爸包尿布强化父亲 对于家庭的参与 而宝宝爬行以及斑斑乐 更是全家一起参与 现场有许多的父母亲 甚至阿公阿嬷一起参与 看着宝宝的爬行状态 不时给予玩具 呼喊拍手等等感官刺激 也让现场充满了欢乐愉悦的气氛 宝宝爬行比赛 然后是第四次参加第一次成功 有爬出去 你有爬到中间吗 有 你觉得好玩吗 好玩啊 好不好玩 好不好玩 好玩 你觉得办这样的活动 很棒啊 就是可以让小朋友 有一个回忆的影片可以去拍摄 南投医院非常的棒 就是有举办的这个活动这样子 让小朋友能够去玩一下搬搬乐 虽然是搬那个卫生纸 在家里的时候其实知道有这个活动的时候 其实在家里有训练它 结果刚刚非常的雀场 一包都没有拿到这样 南投县各大医疗院所 响应国际母乳州 举办亲职活动 强化亲子关系的同时 也宣导家庭陪伴功能 让妈妈能够放松身心 支持母乳未卜政策 记者张东仁南投市采访波动